你现在住重庆哪儿啊 我手里有份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字 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行 那我等你把地址发过来 你拿好 走吧 你买这么多吃的干嘛 当然是为了蹲点啊 这可是长持久站 万一中途饿了怎么办 望远镜 有这个必要吗 有必要啊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事情 我哥未来能不能幸福 成败 再次一举 地址发来了 好 住屋间行动 马上开始 等等我 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 回去的时候 注意安全 等等 你看嘛 我就说有情况 我送你上去吗 我送你上去吗 我是说 万一遇见罪悍怎么办 而且我答应警闻 要送你回去的 来 我哥什么时候这么绅士了 还会给女生开门 怎么样 看到脸了吗 看不清楚啊 给我给我给我 不行 你干嘛去啊 我看看那小狐狸精住哪 在这儿等我 我 我 你干嘛 啊 对了 我到家了 你可以走了 我看着你进去 你要干嘛 我 我刚刚胃有点不舒服 有点胃疼 你能给我打边温水吗 倒不会今天晚上补出来了吧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误 我去看 谁啊这是 谁啊干什么呀 我是谁 小狐狸精 你给我出来 小狐狸精 姜子彤你怎么来了 你先别说话 我知道你是一时一乱情迷 放心 这姜薇我来处理 小狐狸精 你给我出来 你说吧 多少钱才肯离开我哥 人呢 姜 子彤 小狐狸 嫂子 人呢 语问 好巧啊 好巧啊 你也在这儿 所以你是来给我送文件的 你跟踪我 没 没有 那这个是什么呀 谁让你老不回家 我跟妈还以为你出 出 出什么事了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你 刚巧又赶上周末 子彤没来过重庆 就过来玩玩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哥 你找到嫂子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 害得妈天天难心 我们是在公司偶然遇见的 你现在不会在陆锦文的公司工作吧 等一下 也就是说 我哥这次出差对接的公司 就是你在的公司 绝了 你们这是什么命定的缘分啊 有的时候 遇见是一种缘分 在一起 是另外一种缘分 那 你不打算回去吗 我觉得重庆挺好的呀 工作也轻松 就打算留在这儿了 不 这太酸了吧 酸吗 还好啊 不酸 那都给你吧 我去开门 嗯 小致妹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你谁啊 看什么看 没看过美女啊 在床关门了 来 师哥 进来吧 来 师哥 进来吧 这是我小师妹家 慢慢让一下 一鸣 你也在啊 怎么没通知医生啊 今天刚到 这位是 一鸣的妹妹 原来是江大小姐啊 九云大名 来来 别客气 坐 谁跟你客气了 这是我嫂子家 不是吧 准确地说应该是 前嫂子 不是吧 不是 不是